安卓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容易当机 我看不起苹果人 IG画质就特别奇怪 就看他发现东西就知道 所以有安卓的 那你对苹果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盲美想拍照 我朋友都很多虾美 拿来拍照跟修图 有些人就是盘子吧 就是会刻意去买一整套 苹果的那种周边产品 好像AirTag 欸我有买 安安你是果粉还是安卓粉? 我是果粉我骄傲 为什么你喜欢苹果手机? 就是一些比较肤浅的原因 因为它漂亮嘛 而且我有钱我干嘛不买啊? 苹果没有其他优点吗? 对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是这么肤浅 没有啦开开玩笑 但是因为它有很多优点 我才会喜欢它 但到底是安卓比较好 还是苹果比较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上街头 来战手机 GoGo 请问你是安卓粉还是果粉? 我是果粉 苹果果粉当然是果粉 现在应该偏果粉 到了大学才拿苹果的手机 我不敢说自己是果粉 但是我拿苹果手机 你刚刚为什么要犹豫 为什么不敢讲 是有拿iPhone嘛 AirPods Pro MacBook Apple Watch 这样算果粉 超果的啊 我一直以来是支持安卓 我是安卓粉 因为我只用过安卓 哇 可是你看起来很像果粉 看起来比较高级的人 会看起来又是苹果的人 你看起来很高级 对对 所以我用苹果啊 那你为什么会选苹果系统? 面面好用? 想体验那种 比较高尚的感觉 哪里哪一部位? 没有我身高在高低点这样 蛤? 那我今天问你身高多少? 没有170 你怎么这么可怜? 那你怎么会选安卓? 因为我觉得苹果很贵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可能用苹果也是品牌迷思吧 就不一定知道它那些功能 因为我觉得苹果的手机 一直没有进步啊 这么多人一听到iPhone 12出了13出了 疯狂的跟什么一样 就好像得到了高潮一样 要高潮不会去女生北路是不是? 谢谢 那你可以讲出苹果系统三个优点吗? 反应快吧 画质 还有音质很好 耗电话也蛮低 可以用蛮久的 我觉得苹果它比较厉害是它整个生态系 你耳机啊 你可以在MacBook跟iPhone之间切换 然后用手表也可以接耳机 比如这个就 找到安卓 安卓系统三个优点 我们Google小姐的声音 我真的觉得比Siri小姐好一点 有吗? 用确病耶 OK Google 哇 需要我帮什么吗? 诶 它讲台语耶 好屌哦 换我 换我 嘿Siri 嘿Siri 嘿 嘿 嘿 L Siri球掉了怎么办? 那你知道安卓系统哪三个功能最费吗? 最费应该就是它们系统很卡 你开个Line要等个五分钟 之前用STC就觉得 就好有点 没有嘿Siri 它有Google小姐啊 啊 好什么 嘿Siri 嘿Siri 嘿 嘿 苹果系统就是它最费的三个功能 哦 没有指纹辨识系统 指纹辨识多方便啊 你看 因为我可以同时设定好几个手指头 对啊 而且我现在FaceID 如果我要偷看 我男朋友如果在睡觉 我还没办法FaceID 等一分钟 等一分钟 谁是你? 台积安卓 然后又贵 因为我金牛座 哈哈哈 那不是它的客家鞋桶 很能有分到八分之一只 Pinkham 那你们对苹果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贵 贵 很快就有下一只 很快就退流行又要换 有些人就是盘子吧 就是会刻意去买一整套苹果的那种周边产品 但它们其实也不是很需要用到这样子的 很像AirTag 欸我有买 那你对安卓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最后一档记 中年线也比较难记 我觉得安卓的人都还蛮亲民的 对喜欢安卓的人会有一种亲切感 感觉年轻人的IG画质就特别奇怪 就看发现东西就知道 哦是安卓的 我身边几个拿安卓的人都是用那种 Samsung 然后它有点哈韩 那种小虾妹 小虾妹 然后每次说 哦大家AirTag照片 然后说 大家可以穿个相簿吗? 哦好啊好啊 然后我们在家每个人AirTag 那里有两个是拿安卓的 你讲话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什么物欲的 然后有手机就好 这样 你知道三星现在是全球第一支折叠手机吗? 哦三星 我都可以 不是能折叠有什么样? 然后说你苹果下一次就出折叠手机了 那我还是会买 男人后千万五湯春一支嘴啦 那什么样的人才会拿苹果的手机 有 蛮大部分人是跟风这样子 有钱的人 都用Apple产品的人 一点点无恼 跟有点品牌迷思的人 网美想拍照 我朋友都很多虾妹 可能就不会用苹果的隐藏功能那些 然后就是只拿来拍照跟修图 听起来很瞎跟我一样 你是不是也想给自己帮你的床叫 没关系 会是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拿安卓的手机